高雄地震局飆售土地 现在一口气可是进账了18.5亿入带 其中位在小港孔宅绿园旁边的一块土地 770平被中刚旗下子公司飙下来 飙的金额是1.78亿 未来会盖透天措别墅而出售 而中刚之前在高雄两个建案 也都是三秒钟就秒杀卖完了 这一次进军小港透天措市场 再加上台船也要在小港盖大楼 而且要低价卖给自家的员工 也预计会引发周围的房市波动 高雄地震局土地标售 许多强抢地盖房的建商都来了 其中高雄小港一块地 吸引四名投资人投标 高雄小港这块770平的土地 由中刚的子公司标下 未来将盖透天别墅 也为当地的房市投下震撼弹 得标金额1.78亿元的这块地 位于小港孔凤绿园旁 占地770平住二用地 等于每瓶23.2万元买进 要改透田别墅 虽然金额不大 但因为投标者是中刚集团子公司 市场指标性强 2018年中刚在亚洲新湾区的建案 短短三天时间秒杀卖出 抢手程度当时得用抽签来买房 接着2020年在桥头的建案 一样三天卖光光 中刚宅比起周围的建案 单价都较低 每每引起抢购 而这一次隔两年再进军小港 是否会影响周围的房市 经济实惠的价格 所以一定会引发抢购 老实说你要一两个建案 影响到整体的房市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很难 中刚小港恐凤断建案 因为靠机场有限高跟容积率限制 未来也只能盖透天 但中刚向来房价较低 加上台船旗下的台石 取得营建厂执照 即将在小港盖住在大楼 约100到130户 25至30坪 以优惠的价格 先卖给自家员工 房价渴望降到二次头 钢铁造船龙头 纷纷转型投入营造 夹带原物料 优势低价卖 势必也将为当地的房市 带来不小的震撼 3H员时事听股不鲜 高中报道